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接下來下一場的話是由Team T5的哲哲 也是Hecon的志工 帶來的 Uncovering Kernel Exploits Exploring Vulnerabilities in AMD Windows Kernel Driver 這個應該不用介紹 能夠打穿這個Driver 然後直接在Kernel的Ring0裡面有執行程式碼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他 謝謝主持人John的介紹 大家好 我們這個議程要分享的主題是 Uncovering Kernel Exploits Exploring Vulnerabilities in AMD's Windows Kernel Drivers 我是哲哲 剛剛John也有介紹過 Hecon的志工也是Team T5的研究員 然後偶爾會跟戰隊打打CTF 然後主要研究Windows Kernel相關的資安主題 然後在國內外的議程 跟國內外的Conference做分享 那這是我們這個議程的Outline 那首先會先介紹 Windows Kernel Exploits 它的影響 以及我們這個議程 就是所做的貢獻 然後再來是一些background knowledge 跟我們的target相關的background knowledge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主題 就是fundability相關的 我是怎麼找到這些動 並且去exploit他們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report給AMDP cert 就是這部分經歷了一段時間 但是最後也完美的結束 最後是conclusion 那首先Introduction的部分呢 我們先來看看Ring0跟Ring3 那很簡單這邊要講的東西 就只是Ring3是應用層 Ring0是Kernel層 然後Windows現在是保留大部分的Ring1跟Ring2 那Ring0跟Ring3的部分 上面是應用層 下面是Kernel層 我們來看看這張示意圖 就是我們平常 就一般的使用者 在操控作業系統時 大部分看到的東西 就是可能在應用層 開啟process 操作檔案 registry 或是連線做network的操作等等 那在Kernel的地方 其實有各種不同類型的driver 比如說WDM driver WDF 或是mini filter或NDIs等等 那我們這個議程要 主要針對的是WDM 這類型的driver 那它也是目前市面上 佔比較多數的driver之一 那從這個driver中 除了它可以操控Kernel 本身寄的Kernel層之外 它也可以去碰到UserMode 所有的東西 也就是說假設 今天這個Kernel driver有漏洞 被攻擊者打穿了 那它除了可以控制到Kernel層的東西之外 它基本上整個作業系統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個Windows Kernel的Exploit 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那講到Windows Kernel exploit 就必須 還是要提到一下這個BYOVD攻擊 那這個BYOVD攻擊 全名叫做Bring your own vulnerable driver 那它就是攻擊者 自己帶有漏洞的driver 到目標系統中 然後自己載入它 再自己打穿它 然後藉此取得Kernel 全線 執行全線的一個攻擊行為 那這類型的攻擊 其實是基於一個叫做Driver Signing 的機制 那它是在Windows Vista 之後 有的一個機制 就是你的 就要亂說 你的driver一定必須要有千張 才可以載入到Kernel中 那攻擊者不一定會有千張嘛 所以他要載入driver 他就可能就得透過BYOVD攻擊 這類型的方式 來達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BYOVD攻擊大概是怎麼運作的 那首先攻擊者會去 入侵並且取得系統權限 然後自己載入有漏洞的driver 然後再自己去攻擊它 對自己載入在自己攻擊 然後這時就可以取得Kernel的執行權限 最後拿這些權限去攻擊系統 那攻擊可能是執行一些rookie 或者是關閉防奪軟體 因為有些防奪軟體 它沒有辦法從user mode 就沒有辦法從應用層關閉 需要從Kernel層 所以BYOVD攻擊可以用來關閉防奪軟體 那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的目標 叫Exploit的目標 首先是AMD Ryzen Master 那Ryzen是一個AMD 它的Processor的一個系列 那AMD Ryzen Master 是針對這個系列的Processor 去做一些效能優化的操作 它是一個軟體 那另一個目標是AMD Profiler 那這個AMD Profiler 它是一個用來測試系統效能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這次的我們這個議程就是要分享 我是怎麼去打穿他們的Kernel Module的 那簡單列一些我們這次這個議程所做出的貢獻 那首先CV2023-20560和CV2023-20564 分別是AMD Ryzen Master中的AMD Ryzen Master Driver.SYS的DOS和提權 然後CV2023-20556是AMD Profiler的AMD Power Profiler.SYS中的DOS 然後再來是CV2023-20561和CV2023-20562 是AMD Profiler的AMD CPU Profiler.SYS的DOS和提權 這幾個漏洞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講一些Background Knowledge 那我們先介紹這個WDM Driver是怎麼運作的 那首先這個WDM Driver 它首先會去建立一個Device 那這個Device 它可能可以去做一些從系統來的處理 要它做一些事情 然後如果這個Device有要開放給應用層使用的東西的話 通常會call一個叫做IOCreateSymbolicLink的API 然後它就會去對應一個 產生一個SymbolicLink 然後去對應到這個Device 也就是說我們開發者可以從應用層去 透過這個SymbolicLinkName 去對應到這個Device 去碰到這個Device Access到這個Device的意思 然後再來是WDM Driver接下來會為每個IRP 去實作一個FunctionHandler 然後比如說IRP MJCreate IRP MJClose等等 那我們的目標是IRP MJDeviceControl 那這次這個議程要分享的漏洞 所出現的漏洞的地方是這個IOC Teal Handler 就是IRP MJDeviceControl的FunctionHandler 那什麼是IRP等一下會介紹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DeviceIOControl 它裡面開發者可以在這個IOC Teal Handler裡面 去定義各種不同的IO Control Code 你可能今天輸入了0x2200 看到0x2200這個IO Control Code 我就做第一件事情 看到0x22004 我就做第二件事情 以此類推 對所以就是開發者可以自己定義這些FunctionHandler 裡面每個IO Control Code要做的事情 那回到剛剛的講到的IRP IRP全名叫做IO Request Packet 那這個IRP簡單來說就是 作業系統跟這個WDM Driver 所使用的一個資料格式 就是它會 作業系統會傳一個IRP給這個WDM Driver 讓WDM Driver會拿到這個資訊 然後裡面可能包含應用層來的輸入等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IRP的示意圖 上面是Ring3就是應用層下面是Kernel層 那我們在應用層的Process 會傳IRP到這個Kernel層 那傳IRP的方式 通常可以透過這個WIN32 API 比如說CreateFile會對應到IRPMJCreate CloseFile對應到IRPMJClose 那最下面的DeviceIO Control 也就是我們這次的目標漏洞出現的地方 就是IRPMJDeviceControl 那我們來看一下IOCTL 因為我們的漏洞出現在IOCTLHandler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什麼是IOCTL IOCTL的全名叫做DeviceInput andOutputControl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 智慧系統跟這個WDM Driver之間溝通的一個界面 應用層可以透過這個DeviceIOControl 這個WIN32 API 來去產生一個IOCTL給這個Driver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IOCTL的示意圖 那延續剛剛的那張示意圖 我們可以看到在IRPMJDeviceControl中 應用層或者是作業系統可以去傳 可以帶一個叫做IOCTL的參數 以及InputBuffer,InputBufferLength 就是輸入跟輸入的長度 還有OutputBuffer跟OutputBufferLength 就是輸出跟輸出的長度給這個Driver 那Driver收到這些資訊之後 就會做相對應的處理 就是看它Driver的程式怎麼寫 那這邊要介紹的是 我找到這些漏洞所使用的Fuzzer 那第一個是IOCTLBF 它是一個針對WDM Driver所做的一個Fuzzer 那只要給它前面講到的Symbolic Link Name 和IOControl Code 它就可以去自動Fuzz這些WDM Driver 但它這個作品其實 這個研究其實是蠻早以前的 而且是黑箱的 所以也沒有做什麼Mutation之類的 比較進階的操作 所以它能Fuzz到的東西是比較淺層的 那這個KDriverFuzzer 則是基於IOCTLBF來找到 多更多功能 然後也就是我用 我所使用的 這是這個議程所使用的Fuzzer 我用它來找到了這些漏洞 那我們要Fuzzing需要哪些東西呢 首先這個DeviceIOCTLBF的函數原型 我們先來看看 第一個參數是HDevice 就是Device的Handle 那我們從應用層 要去碰到這個Device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Symbolic Link Name 去取得這個Device的Handle 再來是我們要Fuzzing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IOCTLBF的範圍 那因為這個IOCTLBF是Driver的開發者 可以自己去定義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是沒有給它一個範圍的話 那個Fuzzer可能會跑很久 所以我們需要給它一個IOCTLBF的範圍 那最後兩個參數不太重要 那我們看一下中間的 InputBuffer和InputBufferSize 就是前面講到的IRP中的輸入跟輸入長度 還有OutputBuffer跟OutputBufferSize 就是輸出跟輸出長度 那這個Fuzzer就是會去自己 產生一大堆輸入輸出 然後給這個Fuzzer 給這個Driver看它會不會crash 好這邊講得比較抽象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示意圖 那我們使用的 我們指令大概就長這樣了 就Fuzzer.exe-d 然後接這個symbolic link name 然後-i 然後一個IOCTLBF的範圍 OK 那它會做的事情就是 左邊Fuzzer就會去針對很多個 不同IOCTLBF 那可能塞各種輸入輸出 然後給這個Driver 那目標就是要讓Driver crash掉 這就是Fuzzer的目標 就是讓它crash掉 假設crash了 我們就可以去跟進去看看 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前面講完一些background knowledge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我們的主題 就是漏洞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會開始看到這個AMD的漏洞呢 就是一開始呢 我是在翻翻MiterCV 因為我在研究WDMDriver漏洞 所以我那時候在 就在MiterCV那邊打Keyword 就IOCTL和IOControlCode 然後想要試圖找到一些比較 跟我研究相關的一些漏洞 那最後我在這邊翻到了一個CV202223831 那這之前有人在AMD的profiler中找到一個DOS 因為它沒有 因為程式沒有好好驗證IOCTL的input buffer 所以導致攻擊者可以讓這個系統crash掉 然後另一個CV是CV202227674 那它一樣是因為Driver程式沒有好好驗證攻擊者的輸入 所以讓它可以繞過一些bound checks 那藉此達到DOS 那我來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在找到這些漏洞時所做的一些環境 那首先是在Windows 11909 然後是有開kernal debug和test signing的 然後再來是有放一些分析的工具 那跌在這邊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這個CV202320560 是AMD-RiseMaster的AMD-RiseMasterDriver.SYS的DOS的漏洞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漏洞其實很簡單 我們 當我們要 我是怎麼找到這個洞的呢 就是用fuzzer 那先沒有講到我們要 我們要執行fuzzer 我們需要有兩個條件 就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它的symbolic link name 和IOCTL handle 和IO control code的範圍 而IO control code的範圍 則是可以在IOCTL handle的這個function中 去看到它的大概的範圍 OK 所以我們可以從函數入口點 就這個driver entry中 去找到這兩個東西 接下來 我們就把這個 symbolic link name 和這個 IO control code範圍 位給這個fuzzer 那它就會開始fuz 然後最後 在0x8113000 這個IO control code中 我發現 就是系統crash了 於是我就跟進去看看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最後發現 這個cv202320560 它發生的事情其實是 就是 system buffer是 攻擊者可以控制到的輸入 然後 程式因為沒有好好檢查 這個system buffer是不是no 然後就給它assign20 對 所以它就這樣子crash掉了 這就是cv202320560的DOS 非常的fun 但是 就是用fuzzer找到的 那 基於前面 我發現 就是它寫的 程式可能有蠻多問題的 所以我就繼續往 其他 往下看 看有沒有其他漏洞 所以我之後就發現了這個cv202320564 這個amdrisemaster的amdrisemasterdriver.sys 那這次是提權漏洞 那是我自己去 往下 就自己去逆向分析 看到的東西 那我們 首先我們可以在 0x8112f08 這個IO control code 它call了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是我自己給它取名叫做 read physical memory 的 因為它是在做 它是在讀取物理記憶體 那可以看到它的第一個參數 到第三個參數 都是攻擊者可以控制的system buffer 然後我們就跟進去看看這個read physical memory 裡面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可以看到 然後amdbiospace它是一個用來 映射物理記憶體的API Chrono API 那它的第一個參數是 物理記憶體的位置 然後第二個參數是 物理記憶體的長度 也就是說 攻擊者其實是可以控制到 amdbiospace的物理記憶體的位置和它的長度的 意思就是說 攻擊者可以去任意映射物理記憶體 那下面這一行 就是把我們剛映射到的物理記憶體的內容 讀取到我們 攻擊者可以控制到的輸出buffer 那這時我們就達成了 任意讀物理記憶體的目標 那第二個 是read physical memory 在0x812f0c 這個IO control code中 我們發現 它college函數叫做 right physical memory 那這個right physical memory 也是一樣 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那因為它在寫物理記憶體 然後我就看到 第一個參數到第三個參數 也是攻擊者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於是我們跟進去看 right physical memory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ammapIOspace前面介紹過的 就是一樣 物理記憶體的位置和它的長度 都是攻擊者可以控制的 然後下面回圈 就是在把 system buffer 就是我們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裡面的值寫到這個 我們映射出來的 物理記憶體位置 意思就是說 攻擊者可以任意寫物理記憶體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我們目前可以做到的事情 首先這個driver 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讀物理記憶體 另一個是寫物理記憶體 就是說我們可以達到任意讀寫 那接下來是explore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等一下會介紹 我們要先找到這個eprocess 然後去篡改eprocess中的token 那篡改完token 基本上就有權限了 基本上你就已經是 有高權限的process 就已經變成高權限的process了 然後最後再生出一個cmd 這個cmd就是有system 全線的cmd 那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首先找eprocess的部分 那什麼是eprocess呢 就是在kernel中 每個process 都會對應到一個eprocess結構 那這個eprocess裡面 就放了一些比較敏感的資訊 那是只有kernel層 理論上是只有kernel層 可以碰到的東西 那我們要在茫茫大海 茫茫大physical memory中 去找到這個eprocess 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這邊有一個方式 就是eprocess中有兩個成員 一個叫unique process id 另一個叫image file name 那unique process id 以system為例的話 他們的process id是4 然後image file name是system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東西來定位 來在physical memory中 去定位出這個eprocess在哪裡 那我們的目標其實是讀取到這個token token的值 因為我們需要這個值把它串改 就是把我們當前的process 串改成 the token串改成這個system process的token 好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畫葫蘆 eprocess 第二個eprocess也是一樣 我們需要去 對應這個unique process id 和image file name 藉此找到我們第二個eprocess 那這個eprocess 是我們當前的process 是低權限的process 所以我們的token 是0x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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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system 有system權限的process的token 換成我們這個 當前process的token 串改掉 那這時我們這個當前process 基本上就有 有權限了 就有system權限了 那伸出來的 伸出來的cmd 也會有system權限 那到這邊我們就完成了 cv202320564的提權 the exploit 再來是cv202320556 那它是發生在amdprofiler的amdpowerprofiler.sys 是一個DOS漏洞 那一樣我們要發指它 所以我們找driver entry 那目標是要找到這個symbolic link name 和IO control code範圍 那一樣在IOCTL handler中 我們可以找到IO control code的範圍 但是這次我們 嘗試用fuzzer去fuz這個driver 卻沒有找到動 那後面會講為什麼 那就算沒找到動 我還是有跟進去看看這個程式裡面做了哪些事情 那我們在打開 IDA然後裡面的IOCTL handler 我們逆一下裡面做了什麼 然後在0x2220EC這個IO control code中 發現有一段程式 它首先判斷這個am is address valid 就是它檢查這個位置是不是合法的位置 然後裡面檢查的目標是我們的輸入 接下來下面這一行 它call了一個memory copy 然後把不知道什麼東西的items 我把它取名叫items 然後就是當成source address 然後destination address 則是我們的 我們攻擊者可以輸入控制的地方 好那這邊的動其實看不太 只從這個片段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是因為items這個東西沒有被初始化 然後它沒有檢查這個items是不是no 就直接去訪問它了 就直接把它當成memory copy的source address 於是它crash了 好這就是cp20230556的dos 也是比較簡單的dos 比較簡單的漏洞 那為什麼我們fuzz不到它呢 因為fuzz這個剛剛講到 這個fuzz是比較早期的作品 所以它不會去幫你給一個合法的位置 讓它輸入到這個mm is address valid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通過這個判斷 所以發指不到這個動 好那最後是我們cp202320561和cp202320562 兩個發生在amdprofiler的amdcpuprofiler.sy的dos和提權漏洞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個漏洞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一樣我們想要丟到fuzz裡嘛 所以一樣drive entry 找到這個IOCTL handler的 裡面的IO control code的範圍 還有symbolic link name 然後在這個fuzz中 我們我們發現在0x22058 這個IO control code 然後input buffer length 就輸入長度是0x28也就是40 和output buffer length也一樣40的狀況下 它會crash掉 系統會crash掉 於是我們就來看 我就跟進去看看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看IOCTL handler中的 0x22058的IO control code 那前面寫了什麼其實不太重要 重點是它這邊call了IOCTL get output file 那這個名字不是我給它取的 是amd的開發工程是告訴我的 因為它寫在log中 所以我就知道它大概做的事情就是 取得一個輸出輸出檔案的名稱之類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個算數跟第三個算數 是攻擊者可以控制的system buffer 那我們跟進去看這個IOCTL get output file 這個函數 那我們就發現 在最後它call了一個memory copy 然後把一個source address叫做file path的東西 這個file path是什麼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那首先這邊只要在意的是第一個 distermination address 是攻擊者可以控制的system buffer 也就是說這邊漏洞在於 攻擊者是可以控制到這個distermination address的 然後程式因為沒有檢查 還有檢查這個system buffer是多少 然後就直接寫進去了 於是攻擊者比如說給它一個0x87 那寫到0x87這個位置一定會crash 所以這就造成了cv202320561這個dos的漏洞 那可能聰明的你就是現在已經發現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只要可以操控到這個file path 我們只要可以操控到這個file path 就等於可以拿到一個任意寫呢 所以抱著這個想法的我 就開始在程式中去尋找 有沒有其他可以控制到這個file path的地方 然後我就在0x222044 這個IO control code中發現了這個 它扣了一個function叫做IOCTL set output file 一樣這個函數名稱是AMD的工程師告訴我的 它寫在6個中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個參數IRP 就是裡面包含一些攻擊者的輸入 這個IRP這個參數其實是有包含 就是我們的輸入輸出是有被傳進去的 那我們看一下IOCTL set output file 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那首先這邊它扣了一個create file 這個create file是我自己給它取的名字 因為它裡面在建立檔案 這次不是AMD工程師告訴我的 然後它裡面傳了一個第二個參數 是攻擊者可以控制的東西 就是system buffer 就是我們的輸入被傳進去了 於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reate file 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好 那一開始它扣了一個memory copy 然後把我們的system buffer當成sourced address 給到一個區域變數的dst中 destination address中 好 然後接下來它把object attributes.object name assign成一個unicode file path 那這邊其實只看程式的話看不太出來 但是這個前面的memory copy的dst 其實是unicode file path的string buffer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控制到這個object name的值 然後最後在zwcreate file的第三個參數 就是object attributes 它把我們剛剛可以控制到object name的object attributes 傳到了這個zwcreate file中 好 這三行意思其實就是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可以控制到zwcreate file的檔案路徑 OK 所以到這邊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成功控制到了檔案路徑 file path的部分 那我們回頭看一下 整理一下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我們一開始透過father 找到這個driver的crash 然後我們用 我們發現有兩個 它扣了兩個函數 一個是IOCTL get output file 另一個是IOCTL set output file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參數來達到一個任意寫 那這個任意寫 雖然是說是任意寫 但其實是有一些限制的 比如說它必須要是一個寬置員 它必須要是寬置員的一個檔案路徑 再來是它要是一個合法的檔案路徑 也就是說 而且這個檔案路徑是不可以包含一些 Windows不允許你放在檔案路徑的東西 比如說斜線之類的 OK 反正就是這些限制 那接下來我們要 exploit這個 用這個arbitrary write 就任意寫來 exploit 首先我們要去找到 並且篡改這個process token 那這次我們不是要篡改 token這個值本身 我們要篡改 token指向的地方 裡面的值 對 那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會有比較具體的圖給大家看 那在成功篡改 成功篡改process token之後 基本上我們就拿到一個叫做 我們會拿到一個叫做 se-debug-privilege的權限 這時我們就可以有權限去打開 並且篡修扣到這個winlogan.exe 那winlogan.exe是一個比較高權限的process 那我們成功注入這個winlogan.exe之後 我們伸出來的 我們讓它pop了一個cmd.exe出來 讓它跳出一個cmd 那這時這個cmd 也會是一個有system權限的cmd 於是我們就成功提權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步一步來看這個 exploit 大概怎麼做的 首先這個eprocess前面有介紹過 就是每個process在chernel 都有一個eprocess結構 那裡面有一個成員叫做token 就是下面的那個token 它指向一個叫做exfastreference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結構中有一個成員叫做object 這個第一個成員object 它其實又指向一個叫做token的結構 這個token的結構裡面有一個成員叫做privilege 這個privilege它本身就是一個septokenprivilege的結構 好 這邊圖有點長 總之現在攻擊者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從應用層就可以透過win32API 就是openprocesstoken 去取得到一個token的handle 然後取得到handle沒用啊 我需要我雖然有任意寫 但是我需要知道我要寫哪裡 所以我們只有handle還不夠 我們需要去透過zwQuerySystemInformation 來找到這個object的位置 就是利用這個handle來找到這個object的位置 那這是可以透過zwQuerySystemInformation 來做到的事情 那在找到這個token的object的位置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剛剛前面講到的 arbitraryWrite任意寫 來把這個septokenprivilege這個結構中的present和enable 這兩個值的第六個bit把它改成1 那這時我們就可以取得到一個叫做se-debugprivilege的權限 好 那在取得到se-debugprivilege的權限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去injectshowcode到這個winlogan 就是有高權限的processwinlogan.exe 那injectshowcode的部分其實比較general 就是首先用openprocess打開這個winlogan.exe 然後在winlogan.exe中去allocate一塊記憶體 然後把showcode寫進 用rightprocess memory寫進這個winlogan.exe剛allocate出來的記憶體中 然後最後createRemoteThread去執行那個showcode 那執行showcode的內容就是很簡單 就是pop up一個cmd 那但是這個cmd也會是有高權限的cmd 因為它是從winlogan.exe去生出來的cmd 那到這邊我們就完成了最後一個漏洞 就cv2023-20562的提權 好 那我們來看看demo 簡單的demo 好 這個畫面上左邊是process explorer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360totalsecurity 它的process在運行中 然後檔案在桌面上 好 然後它也是在運行當中 OK 然後我們的目標 amdprofiler 它也出現在這個demo當中 我們等一下去exploit它 來達到提權 那我們看一下字可能有點小 總之我們在windows1909這個系統上 好 我們先 我們等一下用exploit 去打這個amdprofiler的driver 然後借此達到提權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一個一般的使用者 等一下在exploit之後 會變成一個system全線的process system全線的cmd 我們來看一下 但這邊其實就黑框框 然後執行一段指令跳出一個cmd 然後以system全線而已 所以這邊其實沒什麼視覺效果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demo 但是等一下 這時已經有system全線了 因為exploit成功 然後等一下會去把360 totalsecurity的process關掉 好 那因為我們有kernel 因為它是一個kernel的動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動 來達到任意kernel執行 藉此把這個防毒軟體關掉 好 可以看到左邊的process 360的process被我們關掉了 好 整個流程整個exploit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這邊可能需要大家的一些掌聲 好 但議程還沒結束 後面還有report 就是 可能之前有聽過我議程的人 可能會看到怎麼每次都是360被砍掉 那不只是360它是對岸的防毒軟體之外 它還是對岸數一數二好的防毒軟體 所以我每次demo都拿它來當成受害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跟AMDPCIR去做溝通的部分 好 那去年年底 去年12月我找到這個動之後 我回報給AMD 然後回報AMDPOperFile.SYS的DOS漏洞 然後在隔年就今年一月 隔月就今年一月 它發給我一個 它自己內部就伸出了一個internal ticket 然後跟我說準備要修了 然後在二月的時候 它就承諾我說要給我CV20132056 但是這時還沒有release 只是告訴我我將會有這個動 將會有這個編號 然後終於在上個禮拜 就是8月十幾號的時候 它終於release了 OK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在AMD的P3 就是security的官網上看到這個動 好 然後再來是另一個動 是AMD CPUprofile.SYS 然後我們同時回報DOS和提權的漏洞 那在今年二月 是在今年二月回報的 然後在三月的時候 它承諾 就是它發了一個internal ticket 然後說 它承諾我說將會給我CV202320561 和CV203020562 那確實它也在這個時候 在上個禮拜 就8月十幾號的時候release出來 就是把動修掉了 再來是AMD Ryzen Master driver.SYS 的DOS和提權漏洞 那我回報的當月 它就assign了一個internal ticket 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比較熟了 所以它就處理的比較快 對 然後在隔月 就今年三月的時候 它承諾我說要給我CV20232056 和CV202320560 然後本來預計它的release時間是11月 但是我跟他說 可是我要投hecon耶 這樣子會不會對你不太好 然後經過一段溝通之後 最後他們很好心的 把release提前到上個禮拜 跟前面的漏洞一起 所以整個漏洞回報的過程其實很有趣 結果他們一開始看到漏洞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開心 就覺得我是來搞事了 但是後來態度從原本不開心 變成有點猜疑 然後現在變成有點理善往來的狀況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打成國民外交的狀態 好 那我來講一下結論 那WDM driver到現在還是一個佔多數的driver類型 然後透過發警和逆向分析 我們找到了在AMD Profiler和AMD Resume Server 兩個軟體中的五個漏洞 那有包含三個DOS和兩個提權 那在AMDP Server 就是AMDP Server 我覺得他們處理的態度 對漏洞態度其實算是積極的 然後也成功把漏洞修復了 而且大家今天可以聽到這場的議程 那也是多虧了他們 很早就是他們把漏洞修復的時間往前提了 那謝謝他們 那最後是一些acknowledgement 那謝謝Kenny和Android 在我找Explorer和寫Explorer的路上 就會給我很多建議 然後當然還有AMD的PCer 因為他們所以漏洞被修掉了 好 那以上是我議程的分享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謝謝哲哲帶來精采的演講 那有人有問題想要問嗎 也可以上slide喔 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先問slide喔上的問題 有人問說 全線只拿systemgo嗎 砍得掉ppl process嗎 基本上 只要有kernal 你就可以改ppl 然後改ppl 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可以去看mimicards 他怎麼做到的 就是他有 mimicards有kernal module去砍掉 去處理這個ppl的部分 對 所以其實ppl不是 有kernal的話 就不太是問題 OK 好 這看來應該是 ring0裡面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基本上只要有kernal全線 你什麼都能做 對 可能最多就是要跟patchguard打架 這樣子 對 但這個議程沒有講到patchguard的部分 對 還有hyperfee 就是現在微軟就多了很多hyperfee的機制的保護 所以這部分 也是kernal可能 可能之後kernal的東西會被限制的地方 但這邊議程也還沒有 這個議程也沒有提到這個 OK 好謝謝 那還有人有問題想要提問的嗎 你好 就是我剛剛看到說你最後一個漏洞 有用就是任意寫去把那個sep的那個token給寫掉嗎 就是把那個bit設成1這樣子 對 那那個就是你在寫那個token的時候其他的bit不用管嗎 就是如果你把那個你寫的東西 只能是那個windows特定的一些資源嗎 這樣子 那如果把其他的bit寫掉的話 會不會crash掉之類的 對 這好問題 就我在exploit的時候其實也有考慮過整個這個狀況 那最後我是給 反正我只是改到那個bit 然後其他東西我其實隨便給 那沒有被我改壞 然後成功提權了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OK好謝謝 好 那我會來問一下一些問題 就是 感覺目前來說就是windows上 似乎有不少驅動程式也有類似的問題嗎 因為感覺 相較於像linux的話 他們是單一個report 然後大多的驅動都放在裡面嘛 那windows可能就是各自各家偽證 那以你看到來說的話 就是說像各家廠商對於 kernodriver的fuzzing啊 他們的 就你看來說你覺得 就是說 這個方向 研究方向的話 你覺得是 是 是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你覺得 對 接下來可能對這方面有興趣的研究員來說 會有哪些建議 就是說可能往哪方面的driver找 會比較會有問題 或者說 你自己感覺 這個趨勢 這個問題問得很廣 我想想 就是 要問到 kernel層的地方 就基本上 你只要能從 應用層 就user mode 碰到的kernodriver的元件 你只要可以從user mode 去access到裡面的一些東西 基本上 他們都是一些attackservice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話 會建議找這些 可以從外面去碰到的東西 例如wdmdriver 就是今天的主題 它就是有 可以從應用層去call deviceIO control 來碰到這個 kernel的東西 所以 要研究的話 會希望往這邊 這個方向走 這樣子 我想想 還有什麼其他建議嗎 暫時先這樣 所以你可能就是找說 各個driver 他IOCTL 有 有這個界面的 可能就可以去挖挖看 然後 那 不一定是大廠嗎 就是說可能各種什麼 USB的各種 裝置啊 或什麼的 你都會覺得是 好的 挖的對象嗎 USB相關的東西 好像不太會用 WDM driver 但是 很多 我想想 很多軟體 其實會用 WDM driver 因為要跟應用層溝通 對 然後 IOCTL就是可以用在 這個WDM driver 上 所以是像什麼 ASUS MSI之類的那種 都有 科資化了 他們好像不在贊助裡面 好像沒有看一下 微軟本身 也有些很多 WDM driver 然後也有這方面的問題 對 好 那現場還有沒有人 有問題想要問的 您好 就是 我想問說 在開發人員 如果說他們有做 原始MAS掃描的話 他們是有機會 掃到類似的漏洞的嗎 如果他有開源的話 那是有機會的 但是 大部分 Windows相關的東西 都是 CodeSource的 所以 其實不太好做 是可以做到 我意思說 比如說 他用 一些商用的 院士 媽掃描軟體 你說例如 CodeQL嗎 欸 不好意思 對 就開發整本身 可以 是可以 應該說 微軟自己 本身有很多工具 去 掃自己的東西 有沒有漏洞 對 他有 有些工具有開源 這部分 可以 去網路上找一下 就 微軟自己 有一套工具 然後去看自己東西 有沒有漏洞的 謝謝 謝謝 我 我會建議就是說 像這方面的軟體開發流程 可以像參考 早上那一場 做fuzzing 各家的 就是你們自己在開發 驅動程式的時候 會建議 像跟Chrome那樣一樣 就是 自己有 fuzzing的infra 那 因為有些漏洞 不是說 靜態的分析可以找到 那可能一定要動態的 這種fuzzing 對 對 對 這部分應該要 就牽扯到很多靜態的測試 跟動態的測試 那這些都是 算是CICD的部分 對 好 那因為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能 這場就到這邊 那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 哲哲 謝謝